是的 但比亚迪的车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我自己的分享 其实我们也是比较早期说 应该可以那时候看新能源车 但是过了几个星期 某一个英文的访问 我也有说到其实新能源车贵的了 是的 那时我说 其实中资的新能源车短期不吸引 当然估不到巴菲特这个消息 是的 但是其实巴菲特的消息 其实他的演绎是我们自己有另一种想法的 是的 可能会用多几分钟去说的 是的 是的 其实我们自己这么看 估计巴菲特即巴郡他们会不会减持比亚迪呢 其实我们觉得估计的意义不太大 是的 因为反而我们觉得其实很被动 就好像你对着过去年多两年 借着个疫情本控去做投资 其实你也是很被动 你也是等消息出来 然后就说好吧 那我看看怎么行动 其实你见到那一列口就已经达了下来 但是我们反过去想 不如想一下 究竟如果这个消息真的肯定 究竟巴菲真的走出来 告诉他们我们真的减持沽货的 究竟整个车应该买还是不买呢 就是当是一个吸纳机会还是不是呢 那很多人就会去比较 就是857当年巴郡很厉害 那相对高位走光了 但是大家要明白 那时候的能源业 就是传统能源业和现在的新能源车 好像是不同方向 就是那时候应该走下坡的 但是新能源车这个大赛道 看来是向上走着的 所以我们会视为如果有这个消息 给阿迪到时看 看看什么价格 但是会当是一个 真的中线可能是一个吸纳的机会 除非他的说法是说 我们就是有罪减持 就好像腾讯我现在给大股东减持 那样就麻烦一点点了 那那个你就可能要走很大段的横行 就是说其实他这么大大货 都很难接责placement 说真的 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如果他是用有罪减持 那你就预横行 但是大赛道就不会怎么变 尤其是暂时 而这么多个中资新能源车 都是比阿迪最吸引的 那補充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自己内部一听到这个消息 既然都知道它很被动 我们去想下一步就是说 不如去猜一下 如果巴郡真的减了一只EV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他减了一个新能源车 他整个组织里面 他就没有一个纯EV 那究竟会不会去 怎么都会去买一间纯电动车 就是纯电动车的企业 如果纯电动车你跟我说是GM Ford那些我就真的觉得 我就会笑的了 但是 我认真一点去说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借鉴于巴郡过往中意的风格 纵使可能巴菲特已经开始减下了 但是他们某些DNA都会在 我们相信的 但如果你是借鉴 他那时候买Apple 他不是很早期买Apple的 个个都认识Apple的时候 很迟他才买Apple的 但最重要是 如果用 Apple 这个例子去看 其实它是有机会 我们觉得它有机会 如果真的要加一间EV里面 其实Tesla那种味道 是很符合它们需要的 很简单 Tesla可能将来市战 未必是最大的那家人 可能就算不是 但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有自己生态圈的 有自己的系统的 有自己的软件的 还有在美国人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 还有它们的DNA每天在街上都会看到 所以我们会想会不会发生这件事 当然这个就会慢慢的 但最少是首先回答的 总括来计算的就是 我们会试 如果比亚迪要被人监制 会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吸纳机会 然后如果巴郡真的去 将来真的有机会去买Tesla 我们不会很差异 就是有机会有一个潜在理好